挑戰用1300片積木 拼鋼鐵俠 估計要拼很久 超帥的 還能發光 說明書 一共203個步驟 難不成又要拼到下班 一共10代積木 分成三個板塊 只要把這三個板塊單獨完成 然後再把它們合併起來 就可以了 我們開工 這邊還有一個發光的零件 還有一個配套的拆卸工具 第一步需要拼成這個樣子 不能久坐 也不能久站 拼了半個小時 拼到第10步 啥也不像 你們知道我拼積木最怕什麼嗎 最怕的就是 缺零件 本來這兩邊都應該是紅色 但是缺一個 我只能用黑色代替 所以左邊和右邊不對稱 這種時候就很老火 明明可以打100分 那現在只能打99分 剛接了個電話 有人給我們送大閘蟹過來了 搞那麼可惜幹啥呢 楊城湖的大閘蟹 好 謝謝 謝謝 走了啊 拜拜 拜拜 楊城湖大閘蟹 這要找個會吃的人才行 大家看一下 這是活的嗎 沒有什麼生命跡象啊 是活的 還在鼓泡泡 確實聽到有鼓泡泡的聲音 這個是公的 公的大一些 這個就是母的 母的小一些 我們還是繼續拼积木吧 再過一個小時就要接瓦了 大事不好 插零件 這可咋辦 你說這煩不煩人 找賣家 我靠 商品過期不存在 下架了 太搞笑了吧 沒有辦法 我也不想僵在這裡 先用這個顏色代替 大家猜得到 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是 鋼鐵匣的心臟 砰砰砰 我現在要把這個 用這兩個金色的亮片卡住 接下來我們把老袋銜接上 OK I am SpiderMan 大家發現沒 他的臉部不太貼合 很明顯的縫隙 就是因為換的零件 這兩個 是鋼鐵匣背後的武器 這個是可以彎曲的 OK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一大塊 接下來我們來拼 雙腿 5點鐘了 咦 你打來了 零件 我可拼不完 我又沒有說讓你拼 這是燈嗎 這個是之前拼小黃人剩下的零件 這個是他眼睛 你為什麼要拆的 小黃人我沒拆呀 這不好好的嗎 我以為你把他的眼睛拆掉了 不可能 不要完全垃圾 那好啊 不要翻車了 太過分了吧 玩夠了沒 玩夠了我們就回家 這個我小時候也很喜歡菜的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來今天就到這裡吧 我們明天早上繼續 The next morning 歡迎回來 我突然間 覺得自己是一個特別自私的人 拼積木這麼有趣的事情 應該要和大家一起分享才對 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 把第三篇章的內容 讓辦公室的小夥伴來拼 所以我現在只需要把鋼鐵匣的兩條腿拼上去 就可以了 鋼鐵匣的兩條大腿 拼好了 但是還差兩條小腿 這些是隔壁的小夥伴已經拼好的 最後幫你們組裝 就差我的腿了 我剛剛看到一條評論 24小時生活在紙箱裡 好刺激啊 你們想看嗎 想看的話請把想看 打在評論區 我們繼續拼積木 終於準備好了 接下來我們只需要把這些零件 按照圖紙組裝起來 就可以了 開始組裝 千萬不要散架 千萬不要散架 OK 右腳好了 左腳也好了 感覺有點搞笑 繼續 好一條大力金剛腿 這兩條腿 就是我今天上午的勞動成果 接下來我們把腿和身體 進行組裝 還有胳膊 OK 聽到咔嚓一聲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還有鋼鐵俠背後的武器 OK 終於拼好了 花了兩天時間 但是比較遺憾的就是 它不能發光 因為零件缺失 不過還是很靈活的 胳膊 可以抬起來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的武器 Blu Yah 掉了 因為零件缺失 唉 靠 煩人 唉 不過總算是拼完了 我記得在我們上一次 用七千遍積木拼 超大火箭 那條視頻中有一條評論 意思是 方偉你是怎麼可以堅持下來的 我覺得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當你熱愛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可以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雖然有的時候會讓你很鬱悶 但是看到結果的時候就會很興奮 這段視頻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喜歡我們的視頻 請幫我們點贊評論 轉發收藏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剛剛又修復了一下 這是鋼鐵俠的背後 這個是可以旋轉的 旋轉以後 就可以發光了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再見